一輛白色轎車突然失控打滑 整輛車攔腰撞上海鮮餐廳門柱 瞬間冒出大片煙塵 汽車零件四處噴飛 一片狼藉 附近住屋聽到撞擊神響 全都跑出來關心 換個角度看 車輛在過彎時嚴重失控 輪胎與地面摩擦 撞擊瞬間門口欄杆 以及裝飾輪胎瞬間噴飛 現場凌亂不堪 引擎蓋還不斷冒出白煙 畫面非常驚悚 車門受到撞擊嚴重變形 消防人員拿出機器進行破壞 要搶救受困在車內的兩位民眾 但兩人送醫後人不治身亡 事發在二十八號下五六點多 台東台九線四二五點一公里處 現場留下長長的煞車痕跡 當時五十七歲菜姓女子駕駛 小客車與男友三十九歲黃姓男子 在臺九線屏東往臺東方向 經過路段轉彎後疑似因為煞車 不急導致車輛失控打滑 撞到海產店門駐才停下 撞擊力道驚人 警消趕到後將兩人緊急送往救治 送醫後不治身亡 九車子鑑定中 詳細造勢原因大五小隊 調查離清中 台九線這個路段位於南迴公路的 山路出口 行進車輛速度都非常快 許多駕駛人飆速遇上過彎 一路小聲就可能失控出狀況 這次車輛出撞店家奪走兩命 詳細事故還有在檢方調查離清 華視新聞陳俊英 陳建安 張全 台東報導 哈囉 我是蕾亞 想要搶而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